来来来 往这儿拍 帮我拍得好看一点啊 一定要拍出我高贵优雅的气质 今天晚上给你夹鸡头 对不起 是你 陆康宁婚礼像那个狗仔 坏坏别人婚礼的 你不准说出来 看了画质 你 你看得懂吗 你 坏女人 你看得懂吗 你个八卦狗仔 快点 小记者啊 就会跳脚女人 不管你看不看得懂 都不可能拥有 那真不好意思 这幅画已经是我的喽 怎么可能 这幅画 已经有人拍下来了吗 这幅画 刚刚陆先生已经拍下来了 陆先生 哪个陆先生 是陆一遥 陆先生 陆一遥 陆遥买画 关你什么事啊 他让我自己选一幅 这幅画 是他帮我拍下来的哟 对不起 你在逗我吗 陆遥怎么可能为你花这个钱呢 哦 知道了 哦 知道了 他肯定是因为你和陆放牛的关系 所以他为了 为了让我高兴 不行吗 天哪 你是在做梦吗 陆遥怎么可能会看上你啊 你看看你 你知道陆遥以前的女朋友未婚妻是谁吗 陆下的人是瞎了眼了吗 你这么普通 怎么可能看上你啊 陆遥的品位 不可能下降得这么厉害 所以你肯定是在做梦 嗯 唐小姐 请你不要骚扰我的女朋友 你 首先 我陆遥遥的品位如何 我想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次 我旁边这位蔡思雨小姐 她不比我任何一位前任差 她的好 我想 我不需要 也没有必要让你知道 另外 你穿婚纱的样子 真的不好看 你 走吧 不是 你别拍 你拍什么拍啊 拍她干嘛呀 拍我 傻子拍我 看什么看呀 有什么可看的 都别看 散了散了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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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属死了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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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最新动态吧 之前我不是享受了一把失恋吗 现在全好了 因为我有了这个 能看到吗 虽然她现在因为迫不得已的原因 不能跟我在一起 但是她已经给我发了爱的号码牌了 我现在是她心目中毫无疑问的第一个人 唐屏屏 来了 来了 今天直播先到这里了 别信 我 凌睿 来都来了 我找陆总合张一样 应该不过 偏不知是鱼不可及 吃惊网向死皮赖人 轻轻无奇的臭头皮 你专业词汇量还挺大的 我好想让你这个录音笔的主人 回头我还给他 思雨啊 你那个录音笔交给我一下吧 哦 等一下 给 你要录音笔干嘛 工作需要 好 谢谢 陆总 这是我们 现场发布会的示意图 这里是入口 放着了显眼的品牌标志 还有一些宣传册 中间是主舞台 由于我们整个展厅是无助的会展 所以我们配合英菲尼特的现代简约风格 搭建了这个大屏幕和三个圆形平台 组成的主舞台 我不是说 整个会场都要用 infinite家具吗 这舞台怎么回事 这个 这个就是一般舞台上面的主持台 所以说为什么会有一般用的主持台呢 可是陆总 是因为这种新品牌标志 没有这个高度的桌子 没有的话不能找不同系列的产品去拼吗 你们不能拼的话 不能找其他部门的人帮你们拼吗 确认了出席的嘉宾名单了吗 确认过了 还有两位没有给最终答复 要多长时间 对方说晚上十点之前 为什么会那么久呢 如果他们不来的话 第一排就会空出两个位置 你们不要告诉我 随便找两个人 坐在第一排让记者拍啊 但是对方 今天下班之前 不来的话 换人 好的 陆总 您看 要不要先休息十分钟 休息十分钟 休息十分钟 走吧 走吧